我国政府谴责这样不适当的行为 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 感觉像被突袭 2月1号起大陆明昌机 不再由M503航线往西六海里飞行 行政院谴责对岸当局 外交部及绿营 则接力抨击 冲击趋势稳定 无视我国善意 但难赢者点出忧心 两岸的现状不停地被改变 我们的政府看起来似乎无能为力 赖清德总统上任以后 是不是能对两岸关系来更自出善意 任何片面这种不理性的举动 都非常容易让紧张情势快速的升高 破坏台海区域稳定的一个现状 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种破坏性的举动 政治上事情用意不言可遇 国防部点名北京应该负责台行 前空军将领也分析 此举将大增我军空防压力 它压缩到我们的战略疫情的空间跟时间 因为它向海峡中线靠近 也就是海峡中线变成它的领空势力范围 那我们要非常谨慎的是中共蚕食策略 要注意中共背后意图 因为摊开台海地图 当对岸不再由M503航线偏西侧飞行 等同往台湾本岛推进11公里 国防可能少了更多时间预警 甚至南保队岸不会让军机披上羊皮 朝中线逼近 但除了国军加强应应要速度国际 民间就呼吁可向国际民航组织反应 军事专家却认为不可惜 应该真正去表达意义的对象 是国际民航组织 但我们假如不能争取 民航业者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表达意义恐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何况对岸禁逼也非一朝一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